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在非洲的可再生能源计划 这一提议虽然令人期待 但却引发了对当地经济影响的担忧 随着中国的投资流入 如何平衡能源需求与本土经济增长 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习近平论坛 中国国防部长强调了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南海局势紧张的当下 与会的东盟国家官员共同呼吁对话与和平解决争端 这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进口价格变化 8月份美国进口价格出现了8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这或许暗示着通胀压力的减轻 随着经济放缓的迹象逐渐显现 联邦储备局可能会考虑进一步的降息措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意志之声报道称 中国对非洲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诱人的机会 非洲迫切需要可靠的电力 然而随着中国大量涌入廉价可再生能源 可能会对当地企业造成冲击 甚至可能导致本土企业的生存危机 尽管中国的投资可以帮助非洲国家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但市场的饱和可能会抑制非洲自身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形成一种依赖中国的局面 南华早报则关注中国在香山安全论坛上强调的地区安全合作 尤其是在南海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论坛上表示 各国有权维护自身安全 同时也要为全球安全负责 他提到区域事务中的其他方英与当地国家合作 以提供积极的能量 暗指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论坛期间 各国国防部长共同探讨 如何通过对话和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而中国则试图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 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环球邮报报道 美国的进口价格在8月份出现了8个月来最大的降幅 这表明国内通胀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减缓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 进口价格下降了0.3% 主要是由于多种商品成本的降低 随着通胀压力的减弱 美联储的关注点转向了劳动力市场 预计美联储将在下周启动期待已久的降息周期 尽管市场对大幅降息的预期 已被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和核心通胀数据的回暖所打压 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美国经济在面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时的韧性与挑战 纽约时报报道 城市鸟类的色彩正在逐渐暗淡 研究显示生活在城市中的鸟类与乡村鸟类相比 羽毛颜色普遍更暗缺乏光泽 根据一项研究547种鸟类的观察结果表明 城市鸟类的黄色橙色和红色羽毛受污染影响最为严重 污染物质尤其是重金属会与鸟类羽毛中的黑色素结合 导致这些鸟类的颜色变得更加暗淡 然而黑色素的积累也可能为鸟类提供生存优势 因为它们能够更好的储存有害物质 此外城市树木储存的天然色素也较少 进一步影响了食物链中的生物 导致以植物为食的毛虫和鸟类的色素缺乏 美联社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关闭一个漏洞 旨在对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征收关税 以保护国内产业 根据新的提案 所有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进口商品将不再享受免税待遇 这一措施将影响到如TMIU和SHINE等中国电商平台 这些公司利用现有的免税政策 迅速增加了向美国市场的商品数量 导致美国政府在打击非法物品进口方面面临挑战 此举在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进行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此政策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同时保护新兴行业免受竞争影响 南华早报报道 DHL公司预计将迎来中国出口的激增 并计划在2024年最后几个月进行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该公司预计随着假期临近 出口量将大幅增加 特别是向欧洲和美国的货物运输 DHL计划在第四季度全球投资1亿欧元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高峰期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今年前八个月 中国的商品出口增长了6.9% DHL还部署了新型高效燃油的波音777货机 预计将进一步推动空运量的增长 然而分析师警告 如果美国和欧洲经济在假期后放缓 中国的出口可能在2025年初受到影响 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造成打击 德国之声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为其12天的访问 彰显了梵蒂冈对亚洲的重视 此次行程包括印尼、东地问、巴布亚、新基内亚和新加坡 教宗在新加坡的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弥撒吸引了5.5万人参加 显示出他对当地的关注 在巴布亚、新基内亚 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道路两旁迎接他 教宗呼吁当地领导人专注于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在印尼 教宗强调了宗教兼对话的重要性 并赞扬该国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努力 在东地问 教宗的弥撒吸引了约60万人参加 传达了对这个刚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支持 然而 教宗的访问也伴随着对天主教会性侵丑闻的持续关注 特别是在东地问 这一问题引发了当地受害者的失望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正在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进行扩大AUKUS协议的谈判 以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 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表示 加拿大希望参加AUKUS的第二个支柱 专注于新军事技术的合作 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布莱尔在东京与日本国防部长会面时表示 对于未来的合作持乐观态度 此次会议还涉及到中国对日本领土的军事侵扰 这引发了东京的抗议 布莱尔强调 加拿大希望在亚洲扩大安全角色 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显示出对于地区安全的重视和承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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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